这次事件在场大部分人都知道 不过我还要简明恶药地说一句 青州黄飞虎 逼迫 暗殿殿主的妻女 招来了暗殿武装入境 什么 暗殿殿主 据不完全统计 在大厦国土上 已经聚集了 三千以上的暗殿强者 并且黑石谷已经被攻陷了 现在暗殿殿主已经到现场了 接下来就开始谈判吧 苏浩尘不是秀岳董事长吗 什么时候成了暗殿殿主 苏浩尘 你好大的胆子 武士大厦律法 抢冲黑水谷 大闹青城城 让你这人滚出去 去监狱服刑三十年 怎么 懂不懂吗 这大厦 立案造字 你要往 你家人也要完蛋 黑虎 我案件成立以来 每年都有不计其数的成员牺牲 他们不是死在大厦海域 雄雄极恶海盗手里 就是死在护送大厦 华侨撤离的途中 更有无数天网情报人员 为了配合大厦 截断毒品的线路 刻死他乡 就因为我在成立之初 说过一句话 但凡是案件所属 必须无条件帮助大家 而现在 我双亲惨死 妻女受害 我苏浩尘只不是 给了这些人应有的惩罚 但你们现在是这种态度 我甚至都觉得 这些人的牺牲到底值不值 你们先出去吧 让我和店主单独谈谈 苏店主 扯兵吧 这次事件闹得太大了 矛盾再激化下去 最终恐怕就是 案件和大厦直接对战 这结果恐怕 给我一个面子 你的仇也报了 带着家人离开大厦 我本无意交红 但是撤离之前 我要一个人的信息 谁 陈公子 据说这个人 背景无敌 这 怎么 很难办 是 不过我答应你 这件事我不直接插手 你可以自行解决 足够了 通知下去 案件所有人员 24小时之内撤入大厦 不得违抗 另外通知天网的情报人员 全力搜查这个陈公子的信息 是 去吧 希望 这是最后一次 店主 经过查证 那陈公子本名陈凡 平日里作恶多端 有很多黑料 他的父亲陈红 是内阁长老 同时也是大厦的 武莫负责人 武蒙 武蒙是什么组织 暂时还没有查到 不过应该是 大厦的绝对机密 暗王遍布天下 各个角落 连黑水谷都能传递消息 却查不到这个 武蒙的相关信息 看来这个陈公子的背景的确不简单 行了我知道了 明令天网继续搜集武蒙的信息 我们先跟这个陈凡玩一玩 这里是陈公子陈凡的全部黑料 你待会儿找几家国内胆大的媒体 把这些资料公布出去 越快越好 主人已经安排妥当了 好 这是闲菜而已 接下来你们去查这个陈公子的日常活动魂记 我要让他亲自付出代价 昊晨 我们什么时候离开青州啊 放心 欺负你的人付出代价之后 嗯 少爷这老天我 喂吧 你是想气死我吗 打开电视看看新闻 怎么了吧 为什么突然发这么大火 看你这些年都干了什么好事 杀人放火无恶不作 现在内阁已经在商量 把我长老的身份扯消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报告少爷 这好像是苏浩然之事 是 苏浩尘 是你 我要让你生不如死 打电话通知暴君 是 真决定要走了 接下来敌人过于危险 就我自己还好 就不像上次那样 趁我不在的时候 伤害了西约和雪儿 还是让他们出国再一段时间 要不你跟我们一块走吧 这个仇咱们不报了 躲到了一时躲到了一世嘛 况且咱们还能永远不回来不成 放心吧 整个大厦能伤到我苏浩尘的人还没出生呢 那你小心点 路上注意安全 嗯 师姐 路上的安全全靠你了 真啰嗦 论打架我可从来没怕过谁啊 对了 这个你拿着 这是 这个就是当年师傅让我去黑水谷找的宝物 据说是天接工法 我看你的进阶卡在九星大师已经很久了 距离宗师还有一段距离 你没事的时候翻来看看 哪那么好触客啊 师傅他老人家当年也不过五十多岁的时候 才成就一代宗师 我这还是黄黄大小伙子呢 屁股 行了我们该走了 一路顺风 主人 夫人他们这一路不会出什么意外吧 我有点担心 意外 你可放心吧 你别看我那师姐啊 整天不怎么说话 武功高得很 我刚见她的时候啊 差点被她打趴下了 话虽这么说 可就算咱们亲自把他们送到机场 也不麻烦呀 如果咱们亲自把他们送到机场 她藏在下水道的老鼠 怎么敢冒走 也不知道我不在 浩晨到底行不行 有你在她才更麻烦吧 夫人 好像前面有人找麻烦 这怎么办 他们要来 就让他们来吧 你给我下来 快点下来 要你下来听不见吗 臭娘们 多怪闲事 啊 看来浩晨猜的没错 果然是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臭老鼠 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你还有两下子 正好抓回去给我当媳妇吧你 你不配 一个女人 竟然有如此身后的功力 你到底是谁 你不配知道 我还以为你有多厉害 我还以为你有多厉害 说 谁指使你们来的 我 不说 你就永远别说 我 我说 是陈少让我来的 他人在哪 他在汗都 散布 小妖 在 通知下去 让天王把所有注意力 全部集中在大厦汗都 半个小时之内 我要陈凡的准确位置 是 陈凡 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 你一而再再三的挑战我的底线 这次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